好,上一节我们讲了出等变换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定理 其中特别是推论2 对于我们这节课要讲的用出等变换求逆脊针的方法 来说是理论基础 假设有一个可逆脊针 让你来求它的逆 A是可逆的 让你来求A的逆是多少 A是可逆,由推论2 A可以仅通过出等航变换就可以把它变成单位基针 R就是说存在仪器的出等航变换 PE到PS吧 它可以把A变成单位基针 R直接都是左偿,就是出等航变换 突然说只通过出等航变换就可以把A变成R 这个式子我假设可逆的一式 由这个式子我可以得到 把PE到PS相乘作为一个新的基针 它跟A相乘等R 说明它是A的逆基针 比如说A的逆基针呢 就等于PE 就等于PS 比如说我只要找到这些出等航变换 把它乘起来 这就是逆基针 求A的逆基针 只要找到这些出等航变换就可以了 我把这个式子计成D20 而且我把D20再补上一个 我把右边补上一个I 就会影响 乘一个I不乘一个I 都没有影响 这两个式子 第二个是由第一个式子推出来的 但是它俩说明的问题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式子说明了 对A进行PE到PS 这些出等航变换 可以把它变成I 第二式子说明的是 同样的出等航变换 如果作用在I上 如果对I这个单位矩阵 进行这些同样的出等航变换 可以把I变成F1 好 我把刚才说的 这两个式子分别的意义 列成表的形式 我把矩阵A和单位矩阵I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组成一个大的矩阵 假设A是N阶的 那单位矩阵I也是N阶的 那把它哪 并排着 看成一个分块矩阵 这个分块矩阵应该还是 行数还是N 但是列数变成了2N 因为它是N列 它也有N列 把它并排放 变成一个N乘2N的 一个大的矩阵 我如果对这个大的矩阵 进行出等航变换 那也相当于 对A进行出等航变换的同时 对I也进行相应的 相同的出等航变换 我们刚才说了 存在一系列的出等航变换 可以把A变成I 可以把A变成I 而且这样同样的这些出等航变换 同时可以把单位矩阵I 变成A-1 A的逆矩阵 好 这就是说我完全可以把它合成一个大的矩阵 然后对大的矩阵统一做出等航变换 我就可以再把左边这个分块变成I 而右边相应的I 就变成了你要求的A的-1 A的逆 这就是求矩阵的逆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 只脱出等航变换 就可以 原理就是这个原理 实际上就是推论I 把A变成I的同时 你可以相应的把I变成A-1 好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还有上节课 上节课我们讲 出等的叫等价的标准型的时候 我们用了那个矩阵 这个矩阵是123002 而是这样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我们其实做过它的标准型 它的标准型就是单位矩阵 所以它显然是可逆的 这样一个可逆矩阵 而你求它的逆矩阵 它的逆矩阵 解法大家一定要回 这实际上是很多计算机上采用的求你矩阵的方法 就是我们把A先写一遍 A写一遍写在这 然后把I放在它的右边 先把A写一遍 1 2 3 不要 不要着急打右拨号 然后右边呢 我再把它做一个封块 右边再补上一个封块 这个封块就是单位矩阵 然后再打拨号 这样直到一个三行六列 就是N重二N的一个大的矩阵 我对这个大的矩阵统一做初等行变换 不能做列变换 列之间不能做变换 必须做初等行变换 列之间做变换就乱了 只能做初等行变换 然后变换的目的呢 是要把左边 这个三乘三的子块 变成单位矩阵 也就是说变成它的标准型 然后右边得到这个矩阵 自然的就是F1 把右边得出来以后直接提起出来 就是你要求的A的N极阵 好把它做初等行变换 目的呢是把左边变成单位极阵 所以你这两个位置 这1下面这两个位置 肯定要消成0 好第一步 那肯定是把它乘以-2 再到第二行 乘以-3 再到第三行 以后你熟练了以后 你就可以不写这些标志 你自己心里知道你在做什么变换就可以了 第一行先不动 第一行先不要动 然后把第一行乘以-2 加到第二行 这样这个位置改成0了 -2加上来0 -2加上来-3 这个乘以-2加到这 是-2 就是1 0 第一行都乘以-2 这两个位置注意 这个乘以-2加到这 还有一个-2 把第一行乘以-3 加到第三行 就是0 这个位置是0成不变 -3加上来-2 是-1 这个-3加上来-2 这个-3加上来-2 -3 -0 -1 -1 -1 第一行还是不动 第二行第三行交换了 只做了一个行交换 其他什么也没干 然后用1来消这个0 这不用消了已经变成0 这个位置 应该把它消变成1 因为单位解决了 这个位置要是1 所以我把最后一行再乘以一个-3 1 把这个位置变成1 好 为了节省一下空间 我直接在上面变 相当于把这个位置变成1 这个是变成了-3 好 错 是-3 这个是-3 这个位置还是0 这样这个位置变成1了 3 2 -3 然后 跟单位解决很像 除了这两个位置 这两个位置应该变成0 这个位置应该是0 11 其他位置都是0 所以我要把这个位置再消成0 然后再把这个位置消成0 这个很简单 我只要把这一行 直接加到这一行 1 0 1 1 0 0 0 最后一行不变 0 0 1 3分之2 5 3分之1 0 最后一行 加到这一行 这个位置我已经变过了 刚才复3复2 已经变过了 好 直接加上来就可以 0 1 这个位置变成0 0 这个位置 是-3 加上3分之2 -2 3分之7 -3分之1 加上0 -3分之1 0加上1 还是1 这个位置也变成0 最后就剩这个位置了 剩这个 这个你要把它变成0 最后一遍 1 0 把它乘以-1 加上1 加到第一行 0 它乘以-1加上1 3分之1 它乘以-1加上1 3分之1 0 都乘以-1 加到这一行 好 第二行不动 010-3分之7 -3分之1 1 5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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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就完全变成了 完全变成了 单位取决 右边这个相应的块 就是F1 所以 写出来 F1 就等於 3分之1 就等于 3分之1 5分之1 3分之1 同时做出动航边化 目的就是把A慢慢一步一步变成单位急阵 右边得到相应的就是它的逆 这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大家注意一定运算的时候 一定要算对一步一步的 而且这个过程一定是可以实现的 注意一点就是不要经过出动裂变化 一定要只能航边化 不能裂变化 好 这一节就长这么多 明镜与点点栏目